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近日談 我是盧琛 春節就要到了 北京冬奧會也要開幕了 大家心情特別雀躍 今天我們就這個話題 也特別請教視頻動員 豆瓶先生我們做深度分析 好 都現在確實 在這樣的一個新春佳節之際 冬奧會就要開幕了 也是各方討論的熱點 這兩天運動員陸續也到了奧運村了 驚喜還不少呢 驚喜不少 其實前一段時間就有媒體報道 說老外他們就是那個報紙上標題 我看台灣報紙報的挺好玩的 說老外到北京奧運村 或者是其他的設施都心呆了 就說有一些黑科技那些產品 他們都根本就沒想到 我估計可能真的沒想到 為什麼 因為就是疫情 這個兩年時間以來 就是中外交往不多 然後中國的發展的速度 他們估計可能也沒有預料到 就是出現那麼多的新的產品 包括比如說到 他們在這個餐廳裡面吃飯 就是奧運村 餐廳裡吃飯都無人的 沒有廚師的 全部是這個自動化的餐廳 有一個 這個一下子就想不到 靜待了 確實靜待了 還有一個什麼這個還有一個叫什麼這個機器狗啊 那個機器狗呢它是在雪地裡面 就是因為人一般不太方便去的那些地方 他需要檢查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吧 或者有什麼故障的話用機器狗自動去修理 這個他們也沒想到 然後昨天你看到了沒有 就是美國的一個運動員 雪橇運動員 女的在奧運村住進那個房間裡以後 那床驚呆了 對 對 對 她是在那個Instagram 在社交媒體裡面發了這個 她說正好也有人問她 就是北京的這個 那個冬奧會的奧運村那個住的那個地方裡面 包括那個床 跟東京怎麼比 跟東京 她說如果既然你們問到這個呢 我很高興告訴你們 然後掩飾了一些那個床嘛 就是用遙控的方式 就是對床進行不同這個角度的這個調整 人體工程學 對對對 因為我在之前我也看到這個電視上有的報導 視頻上也有 就是這個奧運村選手 這個運動員選手住的那個房間裡面 就是各種就是那些設施吧 還是還是蠻好的 真的確實不錯 這個估計 這個這也是他們沒有想到的 然後然後在這個社交媒體上引起的反應很多 曾經參加過東京奧運會的那些美國的選手 就是很羨慕 然後就比較一下是東京的奧運會期間那個 紙板床 紙板床 對 然後又有很多的一些報導 也把那個紙板床也重新來恢復了一下 就是當時有幾個國家運動員 就嘗試著就是看這個紙板床它的硬度多強 還有人說就做那個那麼硬的地方 那個好像住一晚睡一晚上的時候 覺得好像是住了好長時間 一直躺在那個硬板上一樣 反正各種各樣的說法了 那麼這個呢其實也不是說 東京那邊不行 不是這個 他們就是相互比較以後 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過去嘛 就是在 中國也是第一次舉辦冬奧會 那麼參加冬奧會的這些選手 估計可能也都是第一次來北京嘛 然後特別參加這個奧運會期間 所看的東西 估計什麼都很新奇 都很新鮮 然後我想可能在相當的程度上 改變了他們對自己 對北京啊至少 對中國的一些這個 原來的那些印象 那說明就是 這一次剛剛開幕還沒有開幕 我想在比賽期間 估計可能很多的運動員 也會發現更多的一些新鮮的東西 是 因為我想就是 西方的媒體 在那個輿論環境裡面 他們就是 就這些運動員本身 包括他們那些代表團的一些成員 難免會對中國產生很多很多的一些 比較扭曲的那種印象 就是從來沒有見識過 可能帶著挑刺的心情來的 對沒錯 結果就是反差很大 沒錯 你這個說的好像是 確實是這樣 估計可能真的是 懷著那個挑刺的心情來的 因為 有些西方國家的那些 什麼政府啊 還有民間組織 都呼籲他們要抵制嘛 然後又說中國人權那麼爛啊 那麼差啊 然後各個方面都很 都跟西方國家的這個意識啊 或者是這個價值觀都不一樣 然後自然而然會讓他們感覺到 中國人生活在水生活在之中嘛 那突然發現中國這麼發達 當然他們肯定是感到很驚訝 很驚奇 所以這次對北京來講 或者對整個中國來講的話 也是再次讓自己的形象 得到這個洗刷的一次重要的機會 就是說你們對中國的看法 再到來到中國的現實裡面 你們會經得起考驗 經不去考驗 可能完完全全都給 給某銷量了 就是過去不好的一些印象 就是主國的印象 所以 所以 依然還是有很多人 還是在希望能夠找出一些 就是雞蛋裡 雞蛋裡挑骨頭 這個很多還是有啊 包括有一些 所謂人權組織 西方國家人權組織 或者對中國一直不友好的那些 所謂的議員 或者前議員 他們還是在要求他們的國家 要抵制抵制抵制 到現在為止啊 我昨天看到了新聞 講到說這個 有些歐洲幾個國家 還是在呼籲說要抵制它 今天我剛剛再掃了一下那個新聞 歐洲某個國家還說要抵制 但是有的現在已經 他們產生一些不同的想法了 就是說你要搞什麼抵制 完全是pointless 毫無意義的 毫無意義 因為他們也從社交媒體裡面 了解了很多關於 北京奧運會的準備的情況 一些比賽場地的一些視頻 他們都看到了 我想對他們來講 就是說作為運動員本身 這個很難得的一次機會來比賽 是 肯定希望都來 多希望來 然後最近也有報導 你看到了沒有 就是說這個 說美國政府的有關的一些部門 說要求他們的運動員 要在北京奧運會期間 要製造一些事端 那就是說或者是消極比賽 也有這樣的報導 也有這樣的報導 那所以這就為什麼 就是當時這個 王毅外長跟布林肯 幾天之間通電話的時候 不就是很明確地說 美國要停止干預 要停止干涉 干擾 對 北京奧運會 對 就是這個問題 對 有的時候他們就是說 這個思維觀念 他們趕不過來 除非用事實來證明 你全是錯的 他才有可能自己改變自己 那如果說通過中國的輿論 中國的宣傳 來改變他們的那個既定的想法的話 我覺得是很難 就是這對外宣傳方面 就面臨最大的問題之一 就是說都是用語言的方式 來這個 他來抹黑你 你來反對他 這都很難改變他 我覺得就是像這些運動員 本身來到中國之後 他們發現 深處所在的地方 跟他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或者跟別人想像的 跟他們媒體講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 昨天那個CN那個網站 還有一篇報導 我覺得好奇怪 就是他的標題講的說 北京要辦一次什麼綠色 最綠色的這個冬奧會 可是他們為什麼要 在這個北京郊區的延慶山區 要破壞這個山 做一個滑雪運動場 那不是說好奇怪的啊 你說的高山滑雪 都沒有高山 那都怎麼叫高山滑雪 所以就是他們可以 就是在隨時找一些問題 反正沒有問題 他也會找一些問題 找一些話題來做 不過呢我想今年 跟這個2008年那個時候的比較 應該是好多了 已經好多了 那2008年以前 西方國家製造的一些問題 那就更多了 就更多了 那現在呢 在北京冬奧會期間 其實差不多一年多時間 這些國家 有些國家也在 不斷地做各種各樣的文章 包括像新疆棉花的問題 最近不是說 美國政府還給那個 國際奧委會寫信 說你們要確保奧運會運動員 冬奧會的運動員 他們穿的服裝 裡面沒有新疆的棉花 都是這樣 就有一點是非所思的事情 對吧 就是你正常的邏輯都已經是 就沒辦法理解 就美國政府 在對中國這個問題上 已經走到這樣一個地步 很非常非常極端了 很可笑了 非常可笑的地步 所以就是說 他什麼東西在支配著 他自己的這個思維啊 我覺得還是一個 就是對中國的這種 就是那種比較 根深蒂固的那種成見 但是這個成見 它不是那種 就是說我想的錯了 或者我認識錯了那種成見 而是說 我就從一開始 先是為主的 我就是認定的 對 你就是錯的 然後就是 當然對中國的 任何一個發展的階段 它都會有忌妒 對這也是肯定的 就是說看不得中國好 那北京冬奧會 對中國來講的話 又是一次 就是展現自己的這能力 展現自己的這個發展的速度 和各方面的管理的能力 這個機會 窗口 所以就是 挑戰當然還是有 包括像新冠疫情肯定 還會有挑戰 那最近這一段時間 這個北京出現了一些 新的一些病例 到今天好像宣布了三十幾起吧 就發現就是 但是呢 他們就把這個事情做的 就是文章做的比較大 因為他們國家 一天幾萬幾十萬的都有 但是中國北京好像有幾個新的病例 而且這個新的病例 已經不再是社區傳染的那種 是在閉環管理的時候 就是陰性復陽嘛 還有外國的一些運動員 來了以後也要檢查出來 還有關這幾個事情 包括這回東奧會 疫情的管理 這個閉環管理 環內環外 跟社會層面沒有做交叉 也不會把這傳播出去 本身這種管理 其實相信對運動員來說 參賽者 人員 各方的媒體 其實他們也是親歷者 他們其實對此也有 也有一個 比較能夠客觀的 看到我們做出的工作 是的 是的 就像昨天那個國際奧會 關於就是涉及這個 這次疫情管控方面的專家 他不是召開了記者會嗎 他對這個中國管控疫情方面 他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每個步驟都是非常到位的 就是不會留下什麼漏洞 特別對北京奧運會 北京奧運會期間的這個安全 就是衛生健康方面的安全 他們覺得就是非常有信心 因為中國在這方面 確實是非常非常嚴格 很認真 各方面的這隔離措施 對運動員的服務這個措施都做得很好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前一段時間 就是美國帶頭 對中國所謂進行的什麼外交抵制 然後利用什麼新疆的人權問題 還有這個其他一些一系列的問題 來干擾中國 這個舉辦這次的冬奧會的這個機會 我覺得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你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覺得很氣憤 對 就是說中國人不能做事 你只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說稍稍在國際舞台上 錄一下自己的這個能力 你就受不了 但是呢事後的時候 我是覺得就是這些都會成為笑話 因為第一方面你干擾不了 美國現在也把自己也看得太過於這個重要 好像發動一些全世界都要抵制 開始抵制不了 然後所謂的外交抵制 然後又說對這個美國一些企業啊 品牌這個廣告商 給他們一些阻力壓力 他們也沒有做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給人家感覺就是說 所以說這個冬奧會 就像就是你全世界都在關注 有些國家是在挑刺 這是難免的 但是同時呢 就是說你任何一個辦法 任何一個所謂的國際行動 都沒辦法阻止中國 把這個奧運會辦好 這個就像2008年冬奧會是一樣的 對吧 所以就是說 但是他們還是不死心 就是失敗了一次還會繼續來做 我想將來可能也還會出現類似情況 只要中國舉辦一個大型的 國際性的活動 他們都會用這種方法來挑刺 來製造一些 甚至製造謠言 我覺得這個是最令人 比較討厭的地方 關鍵無論是怎麼挑刺 中國還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標 而且是很棒的一個呈現處 對 而且這次你說的沒錯 就這次東奧會的這個中國方面表現的態度呢 就是比14年前呢 就是更加成熟 對 14年前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 中國因為第一次辦 從來沒有辦過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會 所以對西方國家的一些語論 會在乎一些 非常非常在乎 對哪些國家領導人來出席不來出席 也是很在意 但現在我覺得很鎮定 就比較很坦然的對待這個問題 也只要把這個奧運會 東奧會辦好了 我覺得這就是個說服力 不見得非得要哪一個人 外國某一個西方國家領導人來了以後 你才覺得好像臉上有光 其實並非如此 反正就在疫情期間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邀請 真的如果西方國家領導人都來的話 也很麻煩 龐大的代表團過來以後 對疫情控制還是很大的難題 所以就是自信的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 對 對對對 好 稍後我們要持續再聊到 疫情方面的防疫措施 一會兒見 好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們繼續來關注一下有關疫情的 相關的政策 這部分繼續請出杜萍先生做聲音的分析 好 杜萍先生其實我們大家看到 要中國在防疫抗疫方面取得成績 包括我們剛才談到的北京端奧會 大家也在看中國的防疫政策 究竟這個線畫得怎麼樣 大家整個政策執行下去的效果怎麼樣 好 現在其實中國整體還是一個動態清零的狀態 包括香港政府也是提出來動態清零 是最好的一個符合社會需求的 如何評價這個在當下的疫情情況之下 這樣的政策的好處 這個政策的好處很顯然就是疫情得到控制 就是整整體整個 其實從中國內地的話 就是這個整體的控制已經持續了那麼長時間 你就說動態清零 它不見得就是說 就永遠就不會出現新的這個病例 只不過就是出現新的病例的時候 你必須要朝著零的方向去管控它 就是動態清零嘛 那麼香港當然也是需要這樣子 最近一段時間就是關於清零政策的 這個議論也很多 依然很多 不只是西方媒體他們的語論 包括還有一些國際組織 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新商人的經濟學家 也提到這個問題說 中國應該調整清零的政策 因為這個清零的政策 就是給世界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復蘇和供應鏈 全球供應鏈又帶著新的一些風險 它是這麼想的 它是這麼想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邏輯不是說非常通 因為它畢竟對這個不是一個傳染病專家 它是經濟學家 從經濟學家角度來的話 它覺得就是現在馬上全世界都 恢復到過去的正常狀態那是最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能不能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這個不能把這個供應鏈出現的問題 和全球經濟復蘇不是那麼強勁 全部歸結到中國這個清零政策 這個邏輯好像沒有特別緊密 對 因為全世界的疫情都非常嚴重 才是這個世界經濟不能夠快速復蘇的主要原因 也是打亂這個全球供應鏈的主要原因 而且沒有清零的國家 這經濟復蘇能力更差 就是因為他們這些國家 就是你中國清零政策 它是為了朝著全球恢復正常 經濟貿易和其他秩序的一個做一個準備 你自己本身不能清零不能管好的話 那你還要指望 就是說這個供應鏈肯定還是不能恢復 而且可能會更亂 你復工復產都談不上 那你怎麼可能就是說 全世界供應鏈也保持正常化 這不可能是 所以現在等於說我們再比較一下 就是西方國家說放生自留的 完全不管的 那些國家疫情那麼嚴重 它的經濟是不是恢復了 他們的供應鏈是不是就好了 你沒辦法上班 就達不到那個目的 所以就是這個因果關係它搞亂了 我覺得就得搞亂了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也說中國這個清零政策 還能夠持續多久 因為對中國自己本身的經濟 肯定會造成影響 這個是事實 疫情肯定會 對所有的國家經濟都會造成影響 但是關鍵是造成影響的程度也多大 就是能不能再相對來講的話 能夠恢復經濟增長 那中國做到了 對吧 就是復工復產前年就有了 然後去年2020 2021年經濟增長89% 這是在全人 就這事實本身就已經說明問題了 而且實際上 中國經濟的復甦 對世界經濟也是貢獻 只不過中國做好準備了 其他國家沒做好準備 他們不願意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就是從他們認為說 中國經濟可能控制這個疫情 控制得不錯 而且經濟增長那麼快 這個內循環搞得很好 他們可能也著急 就是希望中國能夠跟他們一樣 也要放任資料 也有可能吧 對吧 也有可能這種狀況 當然就是說 這個疫情本身肯定不是好事情 然後呢 就是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如果說全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 它的政策 如果比中國好的話 可以拿出來 讓中國可以參考 可是都拿不出來 而且都很失敗 全世界都很失敗 那沒有更好的選擇 那中國只能這麼做 要麼就是說 你批評中國的清零政策 你可以批評 但是說 你給中國指出一個更好的方向出來 怎麼來清零 怎麼來做到更好 沒有 經濟發展 或者社會的衛生健康 怎麼來平衡 你給一個好的辦法出來 因為沒有 所以就不斷地指責說 你這個還能夠建立到多久等等 類似這些東西了 所以我是覺得就在全世界 還沒有一個更好的途徑 和選擇的情況之下 那中國就是必須按照自己的步驟 按照自己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就是 因為現在正好是快到春節了嘛 那麼清零政策 確實也就是那種嚴格措施 確實給國內的民眾的出行啊 特別是現在是回家過年等等 也會造成很多的麻煩 所以這次 就是衛生健康委 就是再一次重申就是各個地方 特別是基層政府 不能夠 不能夠拒絕這個本地的 在外面打工的人回來過年 就這個不能再在那邊搞 就是一刀切 就是沒有人情的 缺少溫錢的那種措施一定 就是低風險地區 你不能禁止別人回去返鄉過年 對 控制疫情 控制疫情 不要就是說人家回鄉過年 就覺得好像是危險來了 對你的這個執政 對你的政績可能會造成問題 這個是中國要必須解決的 我覺得特別要注意到這個 因為這個長期的這種清零的政策 嚴格防控的政策 它確實給大家可能會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一些感覺不好 生活方面程度也會減低 但是就是說你要做到 就是讓人民還繼續地支持這個清零政策 那你就要在具體實施過程當中 就要讓大家感覺到受到尊重 就是說你到最後把人回來以後 還把你當成一個病毒過來了 就這種心態是非常不好的 這個一定要解決 如果說這個問題要緩解解決的話 西方媒體你再怎麼說 對中國也毫無作用 但是你看現在西方媒體 攻擊清零政策的時候 它還在國內地 還有很多人在覺得是有點同感 這什麼原因呢 什麼原因呢 這就是因為就是在基層 就是處理這個疫情管控 這個措施方面就是過於嚴苛了 或者是不講道理 所以造成的嘛 這造成的 比如說上綱上線 對所以政府 特別基層政府各級政府了 就是官員方面 不能這個一層一層往下壓 到最後呢搞得變得沒有人性 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不然的話呢就是清零政策在內地 可能受到的反彈會更多一點 或者製造更多的一些個體 這個他們自己本身的人身 這個或者是個人的權利 都有可能會受到侵害 這也是違反這個清零政策 本身的初衷的嘛 對吧 所以呢就這方面要處理好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清零政策 就在全世界這個疫情還是依然 那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中國也別無選擇 還得繼續的更加嚴格的 就是控制疫情 就是本身這個政策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基層在執行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是缺乏一種溫情 缺乏一種人性化的執行 對 反而使大家有一些情緒的反彈 是 這個是接下來我們在 尤其在這個過節期間 體現可能比較集中一點 對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這些情況呢 就是在這疫情方面 疫情的這個表現比較多 就是強制手段多一些 就是就是說這個 過於相信自己的強制手段 過於相信就是對個體 採取這個不尊重的那種辦法 或者說過於相信一刀切 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你看西安不是也就出現了 當時出現了很多的案例嘛 對吧 包括比如說到醫院看病 那些人的孕婦進去都受到阻止嘛 像這樣的情況為什麼發生 就是因為就是 就是地方的就是管控疫情的一些 領導者 操作者 或者各級政府 一急急往下壓給它 使得大家都就是非常緊張 就是說可以 能夠按照就正常的 合理的或者是溫情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事情 本來完全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沒有做到 完全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的 都沒有辦法避免 都沒有避免 這個是個教訓的 我覺得這個 當然就是在很多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一刀切的政策 會使得這個不區分具體的情況 用一個標準來處理所有的問題 那自然會導致很多人 就是不爽 就不高興 或者是出現很多的一些問題 這個才是 但是無論如何的話 這都是個人的遭遇 都必須要也受到更多的重視 同時那些也不能抹殺 就是中國抗議政策 就是不成功的 就實際上是成功的 我覺得在全世界一比較的話 就是成功 香港也是一樣 香港現在最近也不 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清零政策不符合香港 必須要放棄 不要有這個目標 甚至是可以更放開的 甚至提出更大膽的一些想法 基本上跟英國那個差不多一樣的 跟歐洲那個差不多一樣 這個是不可以的 這個對香港的經濟 可能造成的傷害更大 他們認為說清零政策 對香港經濟造成很大傷害 但想一想就是大家都 那麼多人都有病的時候 傳染那麼多的時候 不斷傳染的時候 你經濟會好得起來嗎 餐廳能開嗎 開不了 商店能開嗎 也開不了 那可能造成的困難 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大 損失更多 所以這個就是前程之間也很多了 就整個歐洲都一樣 都一樣 就是你生活在那地方 就真有時候會覺得 自由是自由 這個自由的代價也太大 代價太大了 自由的代價太大了 這個自由是來自於政府的 無能為力 我個人認為說是 政府因為它這些國家 它是靠 無忌可施了 靠選票的 對 首先它沒有辦法了 它自己都看不住 它不願意再承擔那麼大壓力 就社會反彈壓力太大以後 政府它就不敢了 它就不敢了 這是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個特點 第二個呢 就是說如果引起更廣泛的 這個反彈意見的話 那下次選舉你就有問題了 你的票可能就要丟掉很多 所以它可能會 因為怕事情 所以它就放開算了 你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包括這個执政者本身 基本上都中招了 對對對 這是放任自留的政策 對 這是政府的能力不夠強 所以就是大家過去兩年時間裡 都在談這個問題 就是當遇到危機的時候 一個國家的政府 到底是應該是更強 還是說像其他這些西方國家 而與民同樂 對 自己都不遵守 對吧 這個就是政府的效力 在危機的時候 還是要必須要體現出來 就是說你該 又擔當精神的還要擔當 冒一些很多人的不滿的情緒的 你還在這個風險下邊冒 但是你要為整體的這個社會著想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經濟了 你要考慮到就是 特別是人身的安全 對這個都比較考慮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道理了 但是現在呢大家都是 這個反而是對中國 好像五十步笑百步 就是說他們自己沒做好 反正對中國做得好的 反正笑笑話 這個也是很奇怪的一個邏輯 確實啊 剛才杜先生確實以媒體人 非常有責任感的 其實媒體作為這個社會的監督的功能 其實我們在這個政策的執行方面 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是需要去非常關照和提醒的 其實這對於政策更好的執行和落實 是有一個長遠的好處的 是的 是的 就是說你 就 駱惠林主任就是前幾天 不是發表一個新年助詞講的 就是說不要 香港不要就是等著躺贏 對 他就是你面對疫情的時候 你躺著就能贏了 這不可能 無所作為就不行 那必須要有所作為 政府該承擔的還是要承擔 就是雖然你一個措施出來的時候 不可能讓很多的 所有的人都滿意 但是你要看結果 如果說你做得好 結果好的話 就等於說對你是一個肯定 但現在呢 香港其實現在處於這種關頭 就是說到底怎麼辦 反正猶豫來猶豫去 那搞得最後呢 估計可能就是 疫情就很難控制了 什麼事情都很難做成 那所謂通關就更難了 確實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 在這個疫情持久戰的當下 我們還是辦了幾件大事 而且辦的都非常漂亮 好 非常感謝 謝謝東雲先生分析感恩的收看 再會